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你有没有注意到 AI行业正在悄然发生一场潜在地震 Meta未来可能会选择谷歌的TPU晶片 而不再依赖英伟达GPU 长期以来新加坡的数据中心 几乎全面压保GPU 尤其是英伟达H100和B200系列 而未来若TPU成为大规模训练和推理的新主流 新加坡的数据中心 AI公司以及整个算力生态都必须面对 多平台时代的挑战 Equenix Digital Realty ST Telemedia这些运营商 要思考是否要提供TPU Ready架构 设计针对TPU的冷却与网络方案 以及如何在现有GPU集群基础上平行部署TPU 这不仅关乎企业策略 更关乎新加坡在亚洲算力版图中的话语权 那么谷歌是否有能力改写AI界的游戏规则 这场晶片风暴又会如何影响全球科技格局 更重要的是站在风口之中的新加坡 又该如何抉择呢 新加坡多年来的算力基础设施 是以GPU为核心设计的 硬件冷却 网络运维都围绕GPU完整生态构建 这种单一压住的模式在过去十年内非常高效 但Meta选择TPU代表AI模型训练正在进入 多极化竞争时代 未来AI训练和推理可能不再单一依赖GPU 而TPU可能成为大规模云端计算的新标准 新加坡的数据中心必须思考如何同时支持GPU与TPU 更重要的是这关系到新加坡能否吸引 未来亚太区域的AI超大模型训练项目 如果新加坡抓住机会将GPU与TPU并行支持并优化 Equenix ST Telemedia甚至本地云服务商都可能成为TPU在亚太地区的首选落地点 为新加坡赢得区域性算力中心地位 如果拖延算力大单可能直接流向日本、韩国或台湾 这是一场新加坡必须提前布局的国家级算力战略 AI企业在新加坡长期习惯了GPU生态 包括QDA加速Triton Inference Server 以及NVIDIA的各种推理工具链和软件站 但如果未来大型模型更多在TPU上训练 那么AI公司必须具备GPU加TPU双平台能力 否则将面临牵移成本高 性能优化难供应链进入受限的风险 对本地工程师而言 这也是一次能力升级的机会 熟悉 TPU架构掌握跨平台模型调优能力 将让新加坡人才在全球AI生态中更具竞争力 同时政府的AI蓝图也需调整 从单一GPU算力规划到支持TPU的多元生态 设计能源政策数据中心监管 产业扶持和跨国合作 这不仅是技术适配 更是产业战略的转型 新加坡有机会成为亚太首个 实现GPU加TPU双生态落地的国家 吸引谷歌Meta Anthropic等企业的区域项目 把握未来AI风口 Meta采用TPU的消息 已经让英伟达股价出现波动 这背后体现AI基础设施进入多极化竞争 对新加坡资本市场和Temasec来说 这意味着过去压保单一GPU 生态的投资策略必须更新 未来投资组合可能要涵盖 英伟达GPU AMD GPU 谷歌TPU亚马逊Tranium Inferentia Intel Gaudi以及其他专用ASIC 例如SambaNova和Graphcore 对于Temasec这种全球科技投资者而言 更要考量TPU的全球扩张趋势 可能加大对谷歌云及TPU生态的投资 同时保持GPU投资以分散风险 这不仅关乎回报 也关乎新加坡在全球AI投资版图中的战略地位 新加坡资本市场通过早期布局 TPU相关企业和技术设施 能够在未来AI赛道中形成先发优势 为国家科技竞争力提供资本支撑 Meta与谷歌TPU的合作 将带动大量TPU集群落地需求 各国都在争夺布局机会 日本已与谷歌深度合作 韩国依托三星SK半导体积极布局 台湾有台积电支持加速器落地 而新加坡拥有稳定监管 国际企业友好环境和碳排限制优势 但在行动上必须迅速 如果新加坡能够快速建立 TPU加GPU双生态基础设施 不仅可以成为亚太AI模型训练中心 还能吸引跨国AI企业落地 成为区域算力枢纽和数据流中心 这关系到新加坡在未来10年 AI版图中的战略地位 那么问题来了 您认为谁会成为下一代 人工智能晶片的核心驱动力 GPU是否仍然能保持统治地位 TPU有没有机会真正取而代之 还有新加坡是否能抓住下一轮风口 实现技术突破 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和我们一起探讨科技未来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